情绪低落 胸闷气短 失眠多梦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 这种情况往往跟情绪相关的比较多 当不良情绪来袭 我们又该如何应对 给大家讲解一个我们减压的行为方法 更多精彩尽在本期职场健康课 警惕难以察觉的情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近年来心理问题是越来越受到广泛的关注了 情绪困扰又是占比最大的心理问题 情绪困扰都包括什么呢 比如说像焦虑 抑郁 愤怒 紧张 还有忧虑 不高兴等等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来了一位求助者丁大哥 那丁大哥呢 最近情绪就非常的低 心情也一直都很不好 就专门到我们这来求助了 来 我们先请丁大哥上场 来 有请丁大哥 你好 丁大哥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听说您最近呢 情绪一直都比较低落 那具体有什么表现没有 孩子非得把我们老两口解的被赢 这不是好事吗 跟子女一块团圆 印象低不熟的 谁也不印 所以说呢 各家带着也不下楼 这不都一个多月了 烦也吃不好 吊也睡不着 也特别的 谁要照须我了吧 马上去照顾我 吊着还有点西荒 还总是毛汗 丁大哥的这个额头上全是汗珠了 是啊 以前我的胆子还可大 现在呢 谁又都不敢关灯 一整个梦见 走着走路吧 就走到血液边 反正您就是目前就是各种不顺心 吃也吃不好 睡也睡不好 还老做噩梦 情绪又暴躁 对吗 对呀 那您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诉求 你希望达到什么目的 我就想叫医生给我看看 我就到底是得了什么病 还是心脏病呢 还是像大伙说那个焦虑症啊 好的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现场 也确实请来了方方面面的医生 让他们给您诊断一下 看您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然后怎么去解决 好不好 好的 谢谢 好的 您先到下面休息一下 好 我们赶快掌声有请三位医生上场 好 欢迎您 四医生 谢谢 欢迎李医生 来 杨医生 来 再见 再次欢迎三位 刚才那个丁大哥在前面说的那些话 你们在下面都听到了 对吧 听到了 听到了 好 那么针对他刚才说的那些情况 杨医生 杨医生您怎么看 对 我觉得效果文科你这可麻烦 您看 头发都比较少 这个假如地中海发型或者粗顶 它跟心血管病它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它还心慌 我还是建议先看看心内科 没事了 您再找我们斯老师 李老师再看看 您要万一有心脏病呢 咱们也得赶紧把它治好 您说是不是 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了解改善一下 那李医生呢 您怎么看 情绪我们每个人都有 喜怒 忧思 悲恐惊 就很正常 很正常的 但是呢 过和不急 出现了一个失衡 就会出现病态 丁大哥描述的这一派的症状呢 在我们临床上特别的多 退休了 过去繁忙的工作 从早到晚安排的紧紧张张 现在回到家里 没事情做了 所以这个过程呢 产生一个情质方面的问题 对 四医生您觉得呢 我从刚才丁大哥 所描述的这个表现中 我判断出 他确实有一些情绪的问题 就似乎用个羽毛 来轻抚他一下 他都可能会发作起来 那刚才其实丁大哥 特别担心 是不是焦虑症 焦虑症是一种疾病 我们要诊断是焦虑症 除了您刚才描述的 这些症状 还有有一定的病程 好的 那么焦虑症的话 它到底伴随哪些症状呢 咱们在节目的开始呢 先了解一下 来 我们通过道具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看到 这个板子上出现了一个 常见的不良情绪 有哪些 像心慌啊 多梦啊 焦虑 冒冷汗 点火就着 那么刚才说了 就怀疑自己有焦虑症 或者抑郁症的病人 首先呢 要排除一下身体疾病 所以我们请杨医生 跟我们说一下 这个板子上这些不良情绪 有哪些是跟心脏病有关的 我们心内科 最常见的是胸闷 气短 他老觉得上不来气 他有些人他就说 我憋气 我胸闷 你让他走两步 他说我不敢走 我必须在那停着 这是我们心脏病 他有些人他就说 你胸闷 然后你走两步看看 没事 好了 这种情况往往跟情况 叹气叹气叹的最后称 呼茧 就是手也麻 然后脑袋也晕 老觉得那种大喘气似的 然后一会儿就夸他 就晕倒了 然后就说赶紧来救人 这人不行了 我们叫呼吸性减重毒 这就是我们这个 长期的这种精神压力 比较大的情况下 造成了自己过度的喘气 让血里边二氧化碳少了 这个可能斯老师和李老师 他们更有经验 是吧 四医生您觉得呢 反正上这些症状 它是一些常见的不良情绪 以及和情绪相关的 这些身体的症状 因为不同的人 他可能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些症状 鉴于不同的焦虑 或抑郁的病人 当你出现容易激动 情绪容易焦虑 点火就凿 容易愤怒 甚至有一些醉醉不安 晚上睡觉不敢关灯 这是一个担心 担小 担心恐惧的一种表现 所以这个提示 你可能最近有焦虑情绪了 就像我们丁大哥一样 有一点焦虑情绪了 但是他这些症状 是焦虑症的症状吗 情绪是一个人 对外界环境的一个正常反应 包括我出现焦虑情绪 我今天不高兴了 我闷闷不乐了 我这都是一些正常的情绪 很正常的情绪表现 所以从丁大哥目前的症状来看 我们把它称为一个焦虑状态 他还属于一个病前妻 对 大家可能会问 那么为什么丁大哥会出现这些问题 我们生活中会经常用到一个词 叫压力 就是我有压力了 我会出现这些表现 其实压力很正常 压力的定义就是 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活适应的过程中 你的一种身心紧张状态 它有两个因素 第一个就是外界环境发生了改变 对你的要求提高了 第二个就是你的应对反应能力不够 当两者产生矛盾 你就有压力了 其实压力无处不在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点压力 有压力才有动力嘛 我反倒觉得有压力的人 是有追求的人 可能真是每天什么也不想的 就没有什么压力 对 那是一种空虚 所以丁大哥就属于环境改变 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 所以这也就预示着丁大哥 您需要去适应这环境 做一些调整 来让你自己走出 目前的一个焦虑状态 确实这个现代社会 压力都特别大 所以这个排解压力的 这个方法就很重要了 在这儿真的是特别想 跟这些作为儿女的人说一句 你们把老人接过来了 这是很好的 小心 但是除了要关注老人身体上的一些问题 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也是要及时关注的 那在我们这个不良情绪的这个板子上 出现哪些非常典型的症状 就是您作为医生 就马上就诊得 他可能是得焦虑症或者抑郁症了 其实刚才提到就是焦虑抑郁 这些都是一些正常情绪 当一个人出现这些 他持续的时间很长了 就是说你外在的这些事情压力都没有了 但是你这些症状还在持续出现 甚至加重 比如情绪从闷闷不乐 到现在变得对什么事都感觉到 没有那种愉悦感了 甚至坐在那经常爱哭 甚至有时候会想到活着没意思 有亲身的想法 那么比如说你以前感兴趣的事 现在也都没兴趣了 以前是一个很温和的人 现在变得很容易生气 甚至变得吃东西不想吃了 体重下降了 就跟你平时表现不一样 持续到一定的时间 你自己想努力地去调整 去宽慰去解释也没用 这些症状还持续 我觉得出现这些症状 还是建议朋友们能够到专业的机构 去医生帮你诊断 你是抑郁了还是焦虑了 那么可能就要接受专业的治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成 这些不良情绪只是有一些压力过大的话 通过一些方法或者是一些自己的自我调节 是可以改善的 比如说暴躁啊 易怒啊这些 但是如果你达到了抑郁症焦虑症的 有这个疾病了的时候 你可能自己就很难控制了 您说的有对的地方 有不对的地方 就是说不对的地方 就是病人他很难给自己 我自己诊断 我是抑郁症了 我是焦虑症了 所以这种诊断 还是建议你到专业的医疗机构 有医生进行诊断 但是您说的对的方面就是 其实我这些如果出现一些情绪 不管是焦虑还是抑郁还是睡眠的问题 还是身体的这些症状 如果杨主任诊断 就是说你的身体的病变 不至于引起你这么重的变化 那你考虑有可能是精神心理方面 压力大了有表现了 大家可以尝试自己去努力的自我调整 明白了 经过自己的调整 还没有缓解的 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去 好 那接下来我们请李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就是从中医的角度 是怎么看待这些不良情绪的 一个人越到了中年 尤其到了老年 他会有高血压呀 冠心病 心脏工学不足 脑工学不足呀 动脉硬化呀 他会合并焦虑状态 所以呢 我们中医在他诊断的核心症状上面 我们还要努力地挖掘他 每个人他自身 他有什么样的症状 这就是我们用来辩证论治的根本 我们要把那个中医症状 我拿出来 大家来分析 好 我们通过一个道具 来给大家详细地讲解一下 这是我们中医按照辩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应该怎么去缓解和改善呢 因为这个第一型嘛 疾病也是比较简单的 就是一个肝气不舒 我们给他一些疏导 像前两天 有个年轻的女孩子 刚工作 觉得工作压力比较大 另外对这个工作的环境不太喜欢 于是就想辞职 而妈妈也不同意她辞职 然后她就跟她妈妈发脾气 我就教她一个方法 来扣百慧穴 当你就想发火的时候 我们扣一扣百慧穴 然后让自己冷静冷静 这个有什么要点吗 百慧穴就在我们两个耳朵尖连线 到头的正中点 我们说怒发冲冠 一生气了 是吧 气往上冲 自己扣一扣 让自己冷静冷静 另外就是不发怒 晚上睡觉的时候 自己扣一扣也好 也可以作为保健预防 大概扣多久 多大力度 当你发怒的时候 力度要大一些 赶快扣 让自己尽快地平静下来 晚上睡觉 要是帮助睡眠 你就是轻一点 可以加上前后左右的四神松 还能够抑制 那这个每天晚上扣一扣吧 是吧 医生 适合所有人 好 那第二组症状呢 我们刚才说的 第一行就是肝气瘀制 如果这个时候 不给予及时的干预 就会要进一步发展 等于就是第一步没控制 就要走第二步了 肝气瘀制日久 不疏导的话 会克脾 肝气抑制了脾胃的功能 我们老百姓经常说 气得我不想吃饭了 久而久之不想吃饭 会不会形体消瘦啊 然后呢 不想吃饭肯定就会乏力了吧 那差 吃饭不好 还有些人 由于脾胃功能不好 会出现 变糖就是时常会拉肚子 舌苔呢 是这样一个 你看 它比第一步 就又进了一步 除了有肝的瘀制 没疏解 还克了脾胃了 出现消化不好了 这个时候得了什么病 肝瘀 脾胸了 那发展到这一步的话 算二级了吗 我们给它两个红点 第一 第一步确实有所严重 李主任 就您刚才提到 轻度的会有肝瘀气质 然后再加重就是肝瘀脾胸 那我想这个严重程度 从我们西医的角度 还没有到 我们诊断它是抑郁 或者是焦虑 是相当于这些人群 它处于一个高压的状态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 生理上的心理上的症状 是的 那李大夫您提到的 对于肝瘀脾胸的 这个人群 可能在西医里面 也会有很好的 自我缓解的一个方法 对 您推荐一个 其实我们有一种叫光疗 光线它要达到一个 3000勒克以上的 这个光线强度 像刚才这个情绪症状啊 消化道这些症状啊 是有改善的作用 您说的是自然光吗 这个季节 然后在中午的 我们的日光的强度 是相当于2万勒克 所以希望在光线 比较好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进行一些日光浴 这样可能有助于 改善这个症状 其实我觉得您说 这个特别对 因为通常我们普通人 如果是赶上这个天气 有点阴的话呢 就会觉得情绪很低沉 但是呢 阳光明媚的 就会觉得 心情特别好 所以我觉得 您这个建议特别好 如果呢 觉得自己心情不好了 甚至有一些症状了 不妨多走到户外 走一走 晒晒太阳 接受日光月 对 然后牛 您说 对 是一个很好的 对于这一种 我是推荐一个疗法 叫森林疗法 在一些大都市里边 比较着急呀 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 心情也不好 容易发脾气 我推荐 一定要去 大自然的绿色的环境里边 叫森林疗法 而且这个呢 也跟中医相匹配 这个我刚才叫肝 肝竹木 木是什么颜色的呢 绿色 对对对 所以亲近大自然 走入绿色的环境 脾虚 脾什么 说土 土是靠什么来生的 火生土 所以对于这种 我们希望给一些 温暖的环境 或者热量 包括阳光疗法 我觉得也是 跟中医是契合的 走进大自然和 阳光疗法不谋而合 对 其实从环节压力的角度 我们走进大自然 就像那我有压力 老觉得很愤奋 但当你抱抱大树 你看看一个天空 蓝天白云 你自己的那种压力 真的是可以消失殆尽 那走过了第二级 进一步发展 我们说脾胃呢 是主运化的 运化水师 运化食物 脾虚了之后 进一步运化受阻 就会出现 头晕目宣的 容易饭兔 弹弦 还有很多人 我们周围的人 可能都会看到 有些人说 我嗓子啊 觉得有异物 吐不出 咽不下 一直都不缓解 然后呢 吃饭不好 中医的专有名词 那刹 顽腐胀满 大便呢 也是不爽的 肢体沉重 这个第三级就是 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 得了什么病呢 中医辩证叫 肝于弹阻 这个时候呢 走到了第三级 我们就给 给标三个小红点 李主任 这个时候 从我们西医的角度 他是不是病人 还不叫病人 他就出现一些 不良情绪 还没有到 我们诊断 他是抑郁 或者是焦虑 就是说 他还属于一个 病前期 是的 我们通常就是 会给诊断证 抑郁的情绪 焦虑的状态 那到这一步的话 应该怎么去 缓解和改善呢 觉得我情绪不太好 或者说 我觉得有湿气 咽中有异物感 哎呦 适合我 就可以喝一点 陈皮薄荷茶 陈皮是去湿化痰的 尤其是越成年的陈皮 味道越香 再放几个叶的薄荷 薄荷是蔬干的 另外根据自己的情况 比如说我喜欢 可甜一点的 我在里边 可以再放两粒红枣 来 我们上茶 让大家都品尝一下 现在的陈皮薄荷茶 已经上来了 大家不妨可以 都尝一尝 来 两位 两位医生 好 谢谢 尝一尝 尝一尝 猪肝解鱼化痰 我还能再来点吗 可以啊 看来非常好喝 我给你买上 我自客 胖姐 你刚才喝了一下 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陈皮它有一种芳香 再加上那个薄荷 它有一丝丝的那种凉 让人就立马觉得 有点兴趣 有点精神了 那种感觉 芳香开窍 那李大夫 你提到的 对这个人群 可能我们还有一些 其他的减肝方法 当然不同的年龄 可能这种方法是不一样 那年轻人 可以背上背包 我出去走一走 去旅游 我看看大自然 我看看天 我包包树 能够让我情绪 缓解下来 好 如果心情不好 或者情绪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尝试一下的 那接下来 我们讲一下 第四种吧 一级 两级 三级 我们都有了相应的 解决的方法了 但是如果不巧 你不知道这些方法 那么就发展到第四级了 第四级您看都是什么 干鱼 克皮 皮出现水湿 韵化不良 然后油皮就急腥了 就会出现动泽气喘 又更消瘦 面色呢 因为总吃不好饭嘛 面色也就不是那么 白里透红了 叫面色不滑 还有思虑太多 因此呢 少媚多梦 梦见在危险的地方啊 腹脏变糖 这个时候就走到了第四步 第四步呢 我们就认为是心脾两虚了 我们看涉及的脏腹 就更多了 除了干脾 又涉及到心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 四个红点 就更严重了 说明走到了第四步啊 这个时候就比较严重了 是吧 是的 四医生您觉得呢 确实是 因为这些情绪的症状 已经对他的一些 在身体上产生一些症状 像心慌啊 心悸啊 其实如果进一步发展 症状要再加重 你还会再进一步出现一些 其他的抑郁情绪 或抑郁症状 就是像会有缺乏兴趣啊 有一些悲观厌视啊 闷闷不乐 缺乏这个愉快感等等 哦 这些就比较严重了 那到这一步的话 应该怎么去缓解和改善呢 对于这个心疲两虚的症状 我会建一个辅助的 广场舞的治疗 广场舞走出去 我们又是一个集体性的活动 那么你这些症状 可能在跟大家的一个沟通交流中 可能都消散了 另外这个广场舞 是一个有技巧性的一个活动 跟我们单纯的一个跑步还不一样 当你学会一个姿势 你可能会感觉到很有价值 那这对自己的像这些症状啊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减轻 再其次 这广场舞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那运动针对刚才这个 蛇质 弹体胖 像这个腐胀变糖 可能都是有缓解的作用 这个方法不错 来我们再看一下 第五组症状到哪一步了 第五组症状呢 就更进一步 油脾 急心 油心急肾 肾足水 刚开始出现的肾虚呢 是肾水不足 水不足了 心肝的活比较肾 就会出现 心烦失眠 腰膝酸软 五心烦热 手足心热 这是一派的肾虚的表现 另外还会有 口舌 干燥 有些老年人夜里总是要喝一口水 我们看 一些女性更年期啊 还有六十多岁的男性 往往会是这样的 原来性格特别好 现在就是不能说 一说的话 火就着 就是因为肾水不足了 在这一步呢 我们中医认为是 心肾不骄 我们呢 可以给它来一个 五个红点 这已经到了您所说的这个 中医伴随的不良情形症状的最高级了 对吧 症状比较多 涉及的脏腑呢 也比较多 又是肾又是心 又是皮又是肝 那我还有一个研究结果 今天也和大家一起说一下啊 这个结果大家看 肝于气质往往是年龄比较轻 病程呢 比较短 这是病程 越来越多呢 到肝于脾须 肝于痰足呢 病程就更长了 我们看年龄自然也就更大了 到心肾不骄这个阵型和心皮两须阵型呢 就更是 如果我们身体体质非常的单纯 没有任何疾病 它将一步一步的往下走 所以这里边呢 就是说 我们的不良情绪要及早的干预 不要让它一步一步的加重 深入 所以大家要早干预 早治疗 就等于说 如果到最后一级的这个 心肾不骄这个阶段 需要七年以上的病程 如果这七年以上 都没有经过这个科学的有效的治疗 就会导致到我们的最高一级别 对吧 对 那既然到最高一级了 肯定也是最严重的了 那到这一步的话 应该怎么去缓解和改善呢 对于到了这个心肾不骄 这个病人会接受一些药物治疗 甚至中西医的治疗 那么除了这个 可能我还推荐一个辅助的音乐疗法 因为我看到刚才讲的症状里面 有心烦失眠多梦健忘 比如针对这个焦虑的情绪 有一些放松的音乐 可以让你放松心静 那么还有一些音乐 你可能听完 你会觉得能够安然入梦 会提高你的睡眠质量 那么另外一些音乐呢 可能会让你听完 心情会愉悦 我们会根据不同的 它的一个症状的一个主术 给它辅助不同的音乐治疗的方法 哦 好 那刚才我们说了很多中医的相关的症状 问一下大家 这些情绪的症状 你们有多少 大概到哪个级别 我应该是心疲两虚了 我情绪控制的不特别好 我跟您说啊 我有这个怒怒症 还有这个强迫症 有的时候会伴发着受害妄想症 所以我自我推算啊 就到这个心疲两虚的这个境界了 工作上生活中有压力的时候 你通常怎么调节 一般鹿猫遛狗 跟小动物有一种交流 尤其是猫 你跟它逗着玩的话 你心情会舒缓一些 所以你家有猫是吗 对 有猫也有狗 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我家也有只猫 没事跟它共处一下 跟它聊聊天 而且说话那个情绪 忽然间就变得很打很打 没错 就很放松 是 是吧 这鹿猫确实能放松的 这个养宠物本身是一种缓解压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因为你要去照料这个宠物 你自己就有很多事情去做 这就也是一种分散注意力 第二呢 就是说你觉得那个宠物 它安静地跟你待着 能够理解你 我遇到的几个病例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说当它情绪不好的时候 因为它的家里人 可能看到它的情绪不好 家里人的情绪也会不好 那么这个信号反馈给它 会加重它的情绪问题 只有它跟它养的宠物在一起 它就说起 它的养的猫 非常安静地陪伴着它 它感觉的是有陪伴 有理解 那个气氛非常安静 所以对它的情绪 其实是一种安抚的作用 那最后就说 你养这个宠物 其实是你还可以锻炼 就像你经常要遛猫 你经常要遛狗 那么你身体上也可以得到锻炼 所以养宠物是一种减压的好方法 好 那康大姐呢 我那个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第一级吧 是经常会有一些短暂的这种焦虑 是吗 对 我觉得您特开朗啊 平时 虽然看着我乐呵呵 这可能是个多年以来养成的这么一个性格 实际上呢 我自己的身体真的是很糟糕的 我是一型糖尿病患者 将近二十年了 在糖尿病之前 是一个甲状腺桥本患者 然后呢 患肺癌 马上就满十年了 做过手术和化疗 就是我自己的身体这么糟糕 但是在去年 我妈妈呢 就是得了重感冒 然后她也曾经患过癌症 做过手术 所以呢这一次感冒 她就引起了肺部感染 都快要她的命了 像我妈妈的病 我们又不能耽搁 我自己的身体已经到了 就是 快到极限了 已经到极限 都支持不住了 太不容易了 特别不容易 我就觉得我就怎么坚持 幸好我妈妈后来就转为为安了 所以我就在想知道 您怎么做到的 身体那么不好 然后还把自己调节的那么好 觉得人嘛 总是会遇到一些自己意想不到的事 或者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 实在解决不了 我常常说一句话 就是去她地吧 爱咋地咋地 我就把它放下了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力所不能及了 我何必在这纠缠不清 随着时间的延长 或者随着我自己的这种成长 随着阅历的增加 智慧的增加 这问题可能就不算问题了 自然它就解决了 我觉得刚才康大姐 讲了一个非常有用的办法 就是我事情解决不了 我就可以暂时放一放 如果你被很多的这个事情 纠缠的 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大的压力 这个时候可以让你的大脑 轻松轻松 你看康大姐 她就很会调节自己的情绪 按照别人看 她已经很惨了 身体那么不好 你看但是她自己调节得很好 她就能够让她在 这个肺癌十年手术化疗 现在还状态这么好 所以我就在想说 丁大哥 您听了康大姐的那个故事 您还觉得您自己 这么不好那么不好吗 我现在听着康大姐说完了吧 这个精神好多了 好 那希望您以后呢 每一天都能够 更加开心一点点 好不好 好的 好好好 经常刷手机能缓解焦虑吗 经常吐槽 更利于身心健康吗 酸枣仁能够帮助我们 疏肝解瘀 远离焦虑吗 爱酒这两个学 能够补肾解瘀吗 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职场健康课 精彩继续 职场健康课 由鲁南之药 启达力精防克力 独家冠名播出 感谢鲁南之药 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其实呢 生活中难免会出现 各种各样的压力 那也就难免会伴有 各种不良情绪 关于怎么去缓解 这种不良情绪呢 还是有各种传言的 那这些传言 到底是对是错呢 接下来就进入到 我们的传言变变变环节 有请传言验证官 小鹿 传言变变变 你说我来验 大家好 我是陆伦一 今天我们搜集到的 这第一条传言 跟我们人手一步的 每天离不开的手机相关 怎么回事来看看 不好意思 静一点 在挑选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嗨 小心 这么巧 巧什么呀 我都喊你半天了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刷手机呢 那你也不能走刷手机 你走路也刷 多不爱情啊 我跟你说 我前段时间可焦虑了 然后我朋友跟我说 刷手机可以缓解焦虑的 为什么 在手机里 我可以去看很多不同的风景 领略不同的文化 然后也可以看很多有趣的段子 这些都是我们平常在生活中 很难亲自去尝试的 刷视频的同时呢 然后我们的心情也就放松下来了 自然也就缓解焦虑了 行行行 你看都几点了 先别刷了 咱俩要迟到了 这第一条传言说的是 经常刷手机能够缓解焦虑吗 我们听听大家怎么看 胖姐 我觉得这个传言是对的 你不高兴了 那这时候我说一句话 可能你更不高兴 带手机不会的 因为那么多短视频 你想看哪个 看哪个 比如说你就喜欢泽阳 就喜欢他的相声 就多来两段 我什么时候 听水饶什么时候算 对不对 我得助眠呢 对呀 所以我一般就觉得 不用睁眼看别人 你就在手机上刷吧 完了你的心情越来越愉悦 胖姐赞同 还举例了 看的视频刷去吧 越刷越开心 好 二位医生 要不要喷一下胖姐呢 喷 胖姐都恨我 每次我都得喷 还得两下 咱听那种医生怎么说 我们胖姐天生就是一个 乐天派的人 所以您看手机 第一您是分散注意力 第二您是看一些 让你自己开心高兴的事 但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在刷手机都是有这个目的 据2023年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指南的调查 截止到2022年12月 我们每周中国人刷手机的时间是26.7小时 那相当于我们每天是有4个小时 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讲 这里面就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第一呢 你要花这么多时间去刷手机 你一些正常的工作或学习 有可能会耽误 第二呢 你要长时间刷手机 肯定大家是坐在那不动 久坐不动会对你的身体带来一些伤害 颈椎问题啊 腰椎问题啊 掉头发啊 第三集 其实大家看手机很多的内容 它其实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 用的语言呀 都非常具有一些比较强烈的一些刺激 我们甚至说一些标题党 那你看的这个多了 可能你在日常中的一些词语语句 已经引不起你的兴趣 可能会改变你的认知 所以说长时间的刷手机 其实对健康是不利的 甚至还会影响视力 你看尤其是这个 睡觉之前躺在床上刷手机 胖姐是刷着刷着就睡着了 我反而有时候刷着刷着就睡不着了 是吗 你看杨准知道我们有时候踢球 晚上躺在那儿看进球奇景 越看越兴奋 只要你们看那个内容比较激烈 对 你看有躺下来想放松吧 但是反而神经越来越兴奋了 我觉得这个刷手机是越来越焦虑 因为我们先看朋友圈 朋友圈里边发的内容是什么 多数都是说自己好的 中先的一面 对 你看我获了一个什么奖 然后我又去参加课题答辩 我又拿到了什么什么基金 我们孩子上了什么好大学 我又去哪玩去了 我又去海南 大家实际上看到的都是 光鲜的一面 但是你想 我这苦哈哈的还得加班 焦虑吧 第二 咱们再来看小视频 尤其像丁大哥这样的人 不能看小视频 怎么讲 为什么 很多人发小视频 实际上是制造焦虑 你比如说高血压 千万不能清药 是 您说这太对了 高血压 风险就是脑出血 早不有可能有什么什么的风险 你不是学医的人 你看完这样的这个视频 您会更焦虑 是 标题党有的时候 它是为了吸引眼球 但是一知半解 我们又看不懂 对 所以说我们自己本身有一定的 比如说焦虑 紧张 或者说是有血压高 或者什么抑郁 如果没有医生的诊断 你去看各种网站搜索到的信息 这些检索出来的东西 你会对号入座 所以在应对压力的时候 要寻求正规的解决途径 我觉得要心静自然良 我们叫非淡泊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我们经常在心内科看到 一个年轻的妈妈或者爸爸 跟孩子辅导做作业的时候 发脾气 结果把自己弃成了心梗 后来我就问一个爸爸 我说你为什么生气 他说你看这数学题都不做 我都教他两遍 我说你教两遍 他不会 可能是你教的方法有问题 即便是他一辈子 不会做这数学题 你一辈子要生气吗 他可能觉得他不会做数学题 他后来考不上大学 后来找不上媳妇 再后来找不上工作 好像你一个数学题 跟他的人生有很大的关系一样 你为什么发脾气 是因为你身心已经分离了 你一有一个场景出来 你就认为你该发脾气 实际上这事值不值得发脾气 这种情况下 你应该把自己脱离开 你自己本身 你站在旁观者 看你的压力从哪来 所以我们每个人 都要学会静下来 我们去分析 我为什么要生气 我为什么要焦虑 我为什么会不高兴 听明白了 就是我们要直面压力 找到解决压力的问题和办法 对 回到这个传言 肯定是刷手机 它是不能缓解焦虑的 是的 但是大家看到了 现实情况当中 可能现在每个人 都离不开手机 尤其是公共场所 地铁上 公交上 你会看到 很多人都举着手机 那么我们怎么有效地 去少去做这些事情 就是如何避免 沉迷手机 对 如何避免 沉迷手机 带来更多的焦虑 对 大家有没有 什么好办法 首先你要学会 规划你的时间 和规划你的 每天的工作 或者是学习的一个安排 第二呢 就像我们今天 一直说的缓解压力 而不是坐在屋子里 看手机 而是走出去 走出去去运动 走出去融入到大自然 缓解自己的压力 或者是走出去 去参加一些社交性的活动 这些都可以缓解压力 减少自己 沉浸在手机中的时间 我们要多一些 真实的拥抱 社交和接触 而不要一直沉迷在 虚拟的社交媒体当中 人为什么能够幸福 归根结底 是因为人和人之间的链接 如果你拿着手机 你自以为有链接 但是这种链接 实际上是虚拟 是的 这种链接 不但是跟我们自己的家人 也包括社会上 可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你比如说 你去买一杯咖啡 你去跟人家服务员去聊聊天 你坐在汽车上 或者你坐在飞机上 你跟周围的人聊聊天 这种不经意的连接 都会给人带来幸福 好 听明白了 我们这条传言说的是 经常刷刷手机 我们手机就能够缓解治疗焦虑 这个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是手机的主人 不要让手机占据了我们 和主导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反而会变得更加的焦虑紧张 我们来看下一条传言是什么 姐妹呀 最近怎么都不出来了呀 你别提了 最近心情可不好了 咱们一块逛逛街 吃吃饭 吐吐槽 心情不就好起来了 那你等我一下 姐妹 别愣着呀 赶紧吃呀 你怎么了 我跟你说 我家最近可热闹了 对对对 还有我爸 行行行 我让你吐槽 我没想到你这么多怨念啊 哎呀 毕业死我了 你都不知道 我还没吐槽完呢 我原来怎么没有发现 你这么爱吐槽 因为吐槽能够放松压力 你看 平时很多事情 都觉得是个事 但其实当你说出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也就那个样子嘛 这样的话心情就会愉悦了 所以说经常吐槽 有利于身心健康 好好好 你说的都对好吧 来 赶紧吃两口吧 刀刀刀的 也没见你动两下筷子呀 这条传言说的是 经常吐槽 更有利于身心健康嘛 听听大家怎么看 周阳 我认为这个传言是对的 对 有这么一句话 这个如果快乐的话 分享给别人 就会翻倍 那假设自己不快乐 跟别人吐槽的话 就会减半 您看 因为我是语言工作者嘛 我要有不开心的事 就找哥几个聊一聊 让他们帮我出出主意啊 什么的 或者让他们跟我一块骂嘛 最起码那个时候 心情是好的 然后最后再有事呢 再自己去解决就好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传言 是千真万确的 确实是 你看咱有一个成语 叫不土不快 这个快呢 可能我理解里面 既有痛快 也有快乐 开心的这样的成分 所以二位医生 要不要喷一下泽洋啊 他觉得这个是对的 经常吐槽 确实能够缓解焦虑 让我们身心健康 我还是想喷一下 我也喷一下 来吧 听出来了 二位医生是经过 这个思想斗争和思考的 在哪呢 这个点 因为吐槽这个词 可以说它是一个中性词 我们可以把它 积极地解释为 是去分享 去宣献 但实际上 宣献有一个原则 是以不伤害他人 为原则 那这个确实是有助于 我们的一个身心健康 所以我们发现 就是要把憋闷在心中的 这个不良的情绪 把它输现出去 但是以不伤害他人 所以这是一种分享 宣献 倾诉 但是吐槽 它也有负面的一个 我可能会总是沉浸 在一些不良的事情中 其实不断地反复去重现 就像我一遍又一遍地 在沉浸 在经历这种不良的一个事件 有时候反而会加重焦虑 所以我要小喷你一下 我明白了 就是不吐槽只倾诉 这样的话就会好一些 我觉得吐槽呢 分两类 一类是吐槽别人 一类是吐槽自己 我认为吐槽别人 没有办法 解决你的压力 你自己的事 你说给别人听 那别人能理解你的困境 你的处境吗 人一定跟自己和解 但是从这一角度而言 吐槽自己 你比如说我们在大庭广众之下 突然说错了一句话 大家都在那乐 你赶紧吐槽一下自己 你看我 是不是也有这个 办傻事的时候 其实你是自己跟自己和解 你不跟自己和解 你天天妄想着 去找外境来解决自己的问题 只能越来越痛苦 是 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是 好 我们这个传言说的是 经常吐槽 就能够保持身心健康 这个显然是错误的关键 来 我们看下一条传言 焦虑能把人人找 易怒烦躁睡不着 书干解育怎么办 酸嫂仁能 消烦恼 焦虑了 你会怎么样呢 会不会开车 能不能注意点安全 是不爱我 烦死了又睡不着 那怎么办呢 今天呢 我给大家一个秒招 有奇效 其实就是这个 酸嫂仁的功效啊 其实有很多 您随便网上一查 就能看到 因焦虑难入眠者 用酸嫂仁 可以书解紧张 焦虑 抑郁 记忆力减退 神经衰弱等 不适症状 正所谓 酸嫂仁它是个宝 有它焦虑全赶跑 书干还能又解育 生活从此没烦恼 没烦恼 好 我们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酸嫂仁啊 能够帮助我们 书干解育 远离焦虑 听听大家怎么看 来 汤素贾 我觉得这个酸嫂仁 能够缓解这个焦虑情绪 酸嫂仁有这个 安神和助眠的这个功效 所以我觉得 如果人能够睡好 心里能够舒服一些 精神上能够愉悦一些 可能这个焦虑呢 就会减缓 这个酸嫂仁我都不知道 没吃过 你吃过吗 酸嫂仁啊 周围有一些 叫中医的中成药也好 或者说去开方子 治疗失眠 都会加这个酸嫂仁的成分 所以你看康娜姐呢 是从她的一些过往经历 来看这条传言 她认为是对的 三位医生 要不要喷它们呢 我还是想喷一下 我也喷一下 那咱就先喷一下 愿文奇详 再听听医生的讲解 来 好 这个话说的呢 不够全面 我们不论是抑郁焦虑失眠 刚才提板上那么多 五个正形 其实我们在祖方的时候 酸嫂仁是离不开的 酸嫂仁呢 可以做成各种治疾 大家都知道的 酸嫂仁高 早人安眠业 早人安神 早人养心 还有龟脾汤 里边也都有酸嫂仁 因为酸嫂仁它有养心 安神的功效 是助睡眠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药 所以酸嫂仁在改善焦虑上 尤其是在助眠上 是一定有效的 但是说就用这一味药 就治疗焦虑 似乎说的不够全面 我看到很多做的这种功能性的保健的枕头里面 好像有 有 它是用 对 用它的香气 也可以 好 听明白了 咱们来看下一条传言 怎么了 才几点就犯困 晚上 老奇 尿瓶 你这是典型该补善了 你看看你 你这满脸的苦人像 走 哥们带你去个地儿 你带我到艾啾馆干什么呀 训艾啾 这艾啾什么意思啊 我跟你说 人体有两个穴位 一个是神门穴 一个是泳泉穴 泳泉穴我可知道 就是那个金大侠笔下那个张公介 说赵美人那个脚丫子的位置 对了 就是那儿 艾啾泳泉穴可以滋阴益肾 养心安神 补肾壮阳 那这个神门穴呢 神门穴可不得了 网上有人管它叫 人体自带的安神丸 能镇静安神 舒缓神经 所以按说这个意思 艾啾这两个穴位 就能够补肾解育吗 这条传言呢 说的是艾啾这两个穴位 神门穴和永泉穴 能够补肾解育 听听大家怎么看 来 丁先生 这两个穴位我都没听说 这个穴位 我绞的它是不能管用 这就属于传言吧 这传言 我不懂就是传言 是 在过去的生活中 没有人给您推荐过这两个穴位 说艾啾一下 没有 所以您艾啾过吗 也没有 你看 明白了 这个传言这两个穴位 对于我们丁大哥来讲 就是空穴来风了 对 吻到了丁大哥的知识盲点 为了让丁大哥把这两个穴位 能够相关的知识记住 我们喷它一下吧 好不好 你就没定了 我觉得可以喷一下 好吧 二位医生赞同吗 我们就喜欢看看乐 我们乐一下 对 其实我相信 不光是丁大哥 我们很多人呢 对于这两个穴位在哪儿 确实也找不准 闹不清 我也没救过这两个穴位 二位医生 从中医的角度来讲 这个神门穴 永泉穴 在哪儿 它跟咱们这种焦虑啊 解育啊 又有什么关系 神门穴是心脏的一个圆穴 是在我们的万恒纹 这个齿侧端 在这个凹陷的这个地方 因为它是心经的穴位 它有安神的功效 像我们晚上睡不着觉 一个人静静的躺着 揉一揉 就可以自己在这儿 进行这个穴位的按摩 揉一揉 也可以有一些中药的贴 通过穴位的透皮作用 还有呢 经络穴位的刺激作用 对于安神是有帮助的 对睡眠是有帮助的 其二呢 就是我们的脚下的涌泉穴 这是一个肾经的 圆泉的穴位 在足底的 凹陷的那个地方 我们经常揉一揉 尤其是进入到老年 这个穴位 它是一个补肾的穴 为什么叫涌泉呢 就是肾经呢 可以如泉之涌 对于心肾不交的 需要补肾阴 蟹肝火 平心火的 摁这两个穴位 以及揪这两个穴位 是一定有帮助的 是补肾安神 起到这样的一个 辅助的功效 那这我们丁大哥 太适合这两个穴位了 您不就是经常失眠 还做噩梦吗 对不对 我再谢谢主耶 我真的听你这一解释 我还真的会压力做 就开始做起来 今天晚上就可以 记住了吗 记住这两个了吗 记住了 记住了 这是一个保健的 保健学位 好 谢谢医生的科普 让我们认识了 这两个学位 神门学 永泉学 爱酒啊 按摩啊 确实能够补肾解育 我们可以在家自己 睡觉之前 或者说空闲的时候 就按一按 很有帮助 或者睡不着的时候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回来进入破解健康密码 好 关于怎么去缓解那些不良的情绪呢 今天我们几位专家 已经其实给了很多的方法了 那么接下来在节目的最后呢 想请几位啊 再给大家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 非常实用的 这么一种方法和建议好不好 生活当中万事都要讲平衡 心理平衡 饮食平衡 动静平衡 方方面面 人生无处不平衡 是一个平衡的状态 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好 杨医生 我们为什么会焦虑 会意义 会感觉的压力大呢 是因为我们身心失联了 在这方面实际上我们终于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打的太极拳 我们打的八段紧 我们从医学上讲叫什么 叫身心运动 它让你把注意力从外界转移到你的内心 让身体和心同时又建立了恢复了连接 比如我们在紧张压力大的时候 不管你是我们讲敲着百会穴 还是我们关注到自己的呼吸 甚至关注到我们身体的某一部位 都让我们的心和身建立了连接 让我们身心失联的状况能够缓解 这就能够治愈我们很多的焦虑和抑郁症状 好 杨医生 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个我们减压的行为方法 学起来是什么 官能减压法 那么我想先上道具 好 需要用到道具 这些东西大家都很常见 那么接下来您要跟我们说的这个活动 是一个什么活动 其实我们每个人大脑中都有一个叫奖赏环路 比如我们看到的 我们听到的 我们闻到的 自己很喜欢的味道 我们听到的 乐耳的音乐 其实都可以让我们的情绪愉悦起来 可以把那些不愉快不良的情绪 让它一消而散 对 所以我们这个怎么操作呢 这个活动 接下来我们想有请两位健康观察员 我们可以来现场尝试 好 我们看到现在泽阳和马国宁啊 脸上戴了眼罩 他们现在是看不见的 很可爱的眼罩 我扶他们俩过来 好 小陆 好 国宁 转 好 接下来我们要怎么做 安静的去秀 有什么味道吗 闻一下 自己喜欢这个味道吗 有没有让你感觉到很清香 这个味道我太熟了 这个是百合 真好 接下来呢 请大家来分别握一下 请二位参一下 这是什么东西 国宁 你知道吗 这是什么 这是个减压球吧 太好了 如果你觉得内心里很郁闷 很想发现 你可以就尽轻的 通过手上的小玩意儿 发现自己的压力 也不好 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压力 瞬间减小了很多 确实 确实 你们可以摘一下眼罩 我想问一下四医生 为什么他们在捏这个 减压球的时候 还有这个文花的时候 你让他们戴上眼罩呢 其实大家戴着眼罩 你可以把注意力完全关注在自己 去闻清香的味道 去触摸 去把自己的身心的那种压力 去释放出去 就像我们闭上眼睛 去欣赏音乐一样的 更加专注 那接下来呢 我就很想让大家看几张图片 大家从这个图片中 看看浩瀚的大海 海阔天空 我们身后一个 看看茂密的森林 不错 那么还有一些绿色的小草 生机勃勃 看看鲜艳的颜色 特别是一些黄色绿色 这些亮丽的颜色 能够让自己的情绪 瞬间的亮丽起来 那么我们站在山顶 一览众三小 那自己内心的那种烦闷啊 焦虑啊 不愉快啊 已经全部消散掉了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可以没事多看一看 美好的图片 减减压 对 看图片 自己画画 做一些诗 听音乐 那我们出去旅游 这些方法都是日常的 减压方法 好 谢谢 谢谢思医生 让我们再次请出 杨医生和李医生到舞台上来 谢谢 真的要感谢几位医生 今天苦口婆心的讲解和分享 节目最后呢 我想借用我们中国美学大师 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 他说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啊 之所以完美 是因为它的不完美 是因为它有残缺 所以就像我们常说的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我们要坦然的 自然的接受我们自己 以及这个所处这个世界 生活中种种的缺陷和不完美 这样我们的每一天 才会更平衡 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学会很好的应对压力 远离那些不良情绪 好了 本期职场健康课就是这样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下周的同一时间再会 再见